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着中国的方向疾齿而去 列车上一位身材魁梧的人 格外引人注意 他是刚刚结束复苏考察 即将回国的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 1926年7月 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国共合作进行的北华战争正式打响 国民革命迎来了高潮 首次鼓舞 黄玉祥决定立即回国 重整旧部 侧应北伐 临行前 他恳请一人与他一同回国 助其重振西北军 此人就是时任中共 吕墨支部书记的刘伯坚 1895年 刘伯坚出生在四川省八中县 金平昌县的一个小商人之家 在当地堪称富裕 这让刘伯坚从小接触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1920年 刘伯坚出生在四川省八中县 192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朱莫克的领导机构 就认为刘伯坚做冯玉祥的工作最合适 凭着优秀的政治工作才能 刘伯坚在冯玉祥复苏考察期间 受命肩负起争取冯玉祥的重要使命 视频中这位赤国上阵 威武着大刀的猛将 就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 1921年冯玉祥接任陕西都军率部陆陕 西北军的称号由此而来 1926年春 冯玉祥在军阀混战中失利 为争取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安排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学习 在冯玉祥访苏的三个月里 刘伯坚多次拜访 与之肯谈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军的成功经验 以及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些进步的革命思想对冯玉祥触动很大 他深切地领悟到 要向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意 与参加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 在刘伯坚等人的影响下 冯玉祥最终决定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加入革命统一战线 并恳请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到西北军协助工作 1926年8月17日 在刘伯坚和苏联顾问等人的陪同下 冯玉祥一行启程回国 历时一个月 最终抵达西北军驻地隋原省五元县 9月17日正午12时 冯玉祥率部万余人 在五元县旧城广场 举行了隆重的五元世诗大会 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雁闹尔蒙 雄伟壮观的五元世诗广场 声动再现了九十多年前那场革命壮剧 广场正中央的高台上 三名军人雕塑威与的秘密 军旗所册是冯玉祥将军 扶其直稿宣读世宣言的就是刘伯坚 世诗大会上 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参加国民革命 随后刘伯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 五元世诗通电宣言 宣言辞意恳切 将士们群情振奋 打倒列强 铲除军阀的口号声 响彻整个会场 来到西北军后 刘伯坚就任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的西北军士气低落 军技废弛 偷向斗殴时有发声 对此刘伯坚感到 不仅要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 更要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 使之成为一支有信仰 有主义的革命队伍 要实现这一点 唯有通过政治治军 对部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政治工作 很快在刘伯坚的建议下 中共北方局陆续从莫斯科 黄埔军校 中共北方区委和上海等地 派遣200多名优秀干部 充实到西北军中 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 被分配到各军师一级部队 担任政治工作 刘伯坚政治建军的举措 收获了点石成金的奇效 西北军这支层濒临瓦解的旧军队 迅速蜕变成一支军容奇整 斗志昂扬的威武之士 北伐战争中 他们西晋南下 停定干闪 东出同关 连战连结 最终与北伐军在河南胜利会师 然而就在西北军节节胜利之时 1927年4月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7月汪精卫也宣布 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在蒋介石的利诱拉拢下 冯玉祥同意以清党 换取共同北伐 就这样 西北军中200余名 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 为冯玉祥礼宋出境 冯玉祥或许不会想到 尽管共产党人离开了西北军 可刘伯坚等人剥下的红色种子 却在此深深扎下了根 只待开花结果 1931年918事变爆发 东北三省相继沦陷 国难当头 蒋介石却仍坚持 攘迈必先安内政策 强令驻守在江西宁都的 国民党第26路军 加紧搅供 此举引发了官兵们的强烈不满 国民党第26路军 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救部 1930年 因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 冯玉祥联合沿溪山李宗仁起兵反讲 发动中原大战 最终兵败下野 其第二方面军第五路军 被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 作为一支被收编的杂牌军 这支部队在国民党军内部备受排挤 中共中央认为 这支部队有起义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 于是命令长期潜伏于 第26路军的中共秘密党员 建立中共秘密特别支部 迅速开展兵运工作 因为这支部队当年就受过 刘伯坚 邓小平这些共产党人宣传的影响 让他们到江西搅供 他们不愿意搅供 为接受党和红军的领导 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第73旅旅长董振堂 和第74旅旅长纪振彤等人 秘密派人前往苏区 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取得联系 当时已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秘书长的刘伯坚 立即向中革军委汇报 并写去回信 欢迎起义官兵加入红军 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起义 呼之欲出 1931年12月14日黄昏 暮色渐沉 宁都县城里一派宁静 准备就绪的起义官兵 趁着茫茫夜色 依次撤出了宁都城 此日清晨 第26路军1.7万余人 在梅江岸边集结 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起义部队整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刘伯坚任首任红武军团 政治部主任 零独起义 是土地革命战争中 代价最小 而成就最大的一次革命暴动 它使中央红军的力量 得到迅速壮大 鼓舞了抗日反战的热情 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 增强苏区居民革命胜利的信心 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 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 向各地红军进攻 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力的 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刘伯坚被派往干南军区 任政治部主任 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3月4日 刘伯坚带领部队突围时 遭遇数倍余击的敌人 为掩护战友撤退 刘伯坚不幸左腿重弹 负伤被俘 几天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带地 大鱼县监狱 建国街 就称青菜街 这里曾是大鱼县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1935年3月11日清晨 一个拖着沉重脚料的身影出现在街头 严重的腿伤令他步履蹒跚 但他的每一步却有那样坚定有力 他就是一周前富商被俘的干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长街之上 标靠锁住了他的双脚 却锁不住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 回到监狱 刘伯坚在狱中写下了这首 戴料行 戴料长街行 盘山覆盘山 世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坐 戴料长街行 料声何吭腔 世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戴料长街行 志气欲宣昂 判坐接下求 功能齐解放 作为国民党悬赏五万银元通缉的重犯 刘伯坚的被俘令他们大喜过望 但无论游街势众还是严刑拷打 都没能让刘伯坚有丝毫动摇 当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 作为红军高级将领 敌人想从刘伯坚口中 得到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 任凭酷刑百般折磨 刘伯坚依然守口如瓶 只字未吐 自被捕的第一天起 刘伯坚就决心一死以训主义 他用敌人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笔 先后写下四封家书 这些刘伯坚生命中最后的文字 记录下一个共产党人最终的信仰 与最深的牵挂 这是三月十六日 身处牢狱的刘伯坚 写给匈嫂的一封家信 信中刘伯坚特别叮嘱 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 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 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 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 早年刘苏并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 与余佑任 邓宝山等人私交甚好 此时余邓二人已是国民党高官 刘伯坚却让亲人不要将被捕之事告诉他们 更不要找他们营救自己 他不希望他的亲属再去营救他 他认为营救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让他丧失了革命者的人格 这就是革命者的气节 慷慨赴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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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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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就是誓死如歸了 它們一定要自己交灑 方程為亂 一定沒有發生變化 你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 最後他在臨行前說 將把他的遺體葬在大嶼玫關附近 這就讓想起了陳毅元帥 在危難時寫下的《梅嶺三章》 此去全台遭舊部 金旗十萬 輾岩裸 這就是我們革命者 他們向死而生 慷慨付死 英勇就義 表現了他們這種革命的細節 胸懷坦蕩 正氣凜然 從容寫下絕筆信後 劉伯堅被敵人壓至大禹縣金連山刑場 劉伯堅英勇就義 十年四十歲 然而這封飽含家國情懷的絕筆信 卻沒能交到妻子王淑鎮的手中 就在劉伯堅犧牲前幾天 王淑鎮已不幸犧牲於 閩西游寄區 其次沒能看到劉伯堅寫給自己的主托 但這封共產黨人的絕筆信 卻不斷激勵著後來者 為革命事業前赴後繼奮鬥終生 劉伯堅烈士長年於這片山裡 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 大禹人民在劉伯堅英勇就義的金連山上 修建了劉伯堅烈士墓 供後人瞻仰平吊 1979年5月 在劉伯堅王淑鎮壯烈犧牲的44年後 他們的三個兒子首次團聚 兄弟三人的這次見面 讓劉雄生的小女兒劉紅妹至今記憶猶新 當時我也很小才十二歲左右吧 相當的時候他們全部都到我家 就是我大伯那個伯母啊 那個二叔啊二嬸嘛 然後他們我就知道他們都抱在一起哭了 就三兄弟抱在一起 看到他們的情緒都是非常激動的 第一次見面他們就抱在一起 這個是我看得我親眼看到的 劉伯堅犧牲已經八十多年 但作為革命烈士的後代 那份特殊的使命和榮譽感 卻始終激勵著劉家人 為蘇國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劉伯堅獻獻紀念碑 好似一朵盛潔的白月蘭高聳入雲 在背後的紀念館內 劉伯堅獻獻的巨型雕像 目光如巨 眼向朝陽昂首東望 有他生前的模樣 劉伯堅只為信仰 向死而生的勇氣和力量 教育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編曲 無法輸入雲 beads